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计是佛教表法传法特有的一种文体 这种文体昭纲协领传达了心法 但是它规定像世间的诗词合着衙韵 上古的人不善于书写 往往呢都是把很多的心法编成这个口诀 然后叫我们记在脑子里头 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就开悟它 悟到以后那就会有了心得了 在没有讲这两首法纪之前呀 我告诉各位 人生在世 你如果好好的总结一下 你就会发现呀 人缘 亲缘 朋友缘 任何的缘分都不如法缘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人和人之间呀 所谓志同道合 那才是真正的之一 利益上的朋友 永远不会长久 有了共同的利益 大家握手言和 国家和国家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 你不是妖怪 我也不是妖怪 你好 我好 等到这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六心不认 父子背部攻堂 但是这个法缘呢 我们佛门中人呀 要深深地体会 一个人如果误了道 道到法 那是干干净净的 不是血缘 不是亲情 不是财情 能够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说呢 古代的高僧大德 对自己的徒弟呀 对对自己的亲朋 都要亲上万倍 老子说呀 老子在误道里头说呀 为道是从 唯有道 仅仅能跟着我 我和道是最亲密的朋友 按活发说呢 唯法最亲呀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书下悟道以后 弘法四十九年 在皮婆罗双树间 行将涅槃的时候 他的很多大弟子 觉得能痛哭啊 流泪啊 说你老人家 元祭以后 我们再有了问题 向谁去请教呢 没有地方再去请问了 释迦牟尼说呀 如登比丘 以法为道与安住 我灭度以后呢 你们可以一见为师 我所制定的法律 是让你们解脱的 解脱烦恼的 你们按照我的法律去做 你们就能够得解脱 得自在 那我们大家看看 在我们身边的巨史 和法师当中 凡是戒行清净的人 当下就是解脱 那因为你戒行不清净 那就招惹了很多的 是非 蛮烦恼 急贤 都在后世末发呀 以戒为师 那我们修法的人 求道的人 以什么为师呢 以法为岛屿安住 在茫茫的苦海上 哪个地方才能落脚呢 在法的岛屿上 暗影扎寨 一个出家人 如果得到法 当下就是自在 你的清凉和自在 会影响你身边的人 如果上线 你自己狂心不歇 烦烦恼恼 苦苦恼恼的 那你怎么能够解脱众生呢 所以说了 这个法源 这个这两个字啊 含义就非常深了 那我们说呀 六祖会能和五祖宫人 法源就甚深了 一般人不了解呀 他不用心去思维 他看到神秀写呀 身世普吉树 心若明经财 实时轻负事 末世上的尘埃 一般的学位人都会说 这个写的是没有 会能的高啊 我今天呢 先告诉大家 这个传法啊 只能传一个人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中中呢 要领悟到一些道理 为什么说身世普吉树呢 释迦牟尼佛在成道的时候 他打坐的那个树 树底下原名呢 叫大青树 学名叫皮婆罗树 因为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大青树下成道 然后把那个树怪非常大 树银很大的地方 称为菩提树 若发传入中国以后呢 神秀大师的意思是说呀 我的这个假的色科子身 就像一个菩提树 我的身体是智慧树 我的心像明镜台 什么是明镜台呢 古代的女人呀 在梳妆的时候 有一个梳妆的一个台面 有放首饰的地方 有放梳子的地方 然后前面就一个镜子 他在这里打比方说呀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的心 就像明镜的台一样 那为了讲卫生 我们经常要把它擦起来 干干净净 时时轻浮时 每时每刻 分分秒秒都把它擦得干干净净 意思是就是说 修行的人的心 要冰清欲结 不能有任何世间的染物 也不能有任何法的染物 所谓对世间的染物 那么就是明 色 才 十岁 这些东西 对我们的染物 那么什么叫法的染物呢 我们就是当中会有 修行人当中 你如果考量他的心 你就会发现 你拜了哪个师父了 你在哪个山上了 就叫山头分派 拿俗话讲就叫拉帮接派 然后比较工具 念佛的时候念佛好 持戒的时候持戒好 休闲的时候 休闲好 休闲的时候 休闭好 我们大家是修行人 我们不是学问家 我们也不是政治家 不要拉山头搞宗派 也不要去比较工具 任何一种法 得心变好 能够把你的心打扫干净 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不要再去比较工具 那有的人会执着呀 给庙里头做了功德了 心里头沾沾自喜 我做了功德 心就染污了 自己修行又进进了 然后认为自己比别人高 心就染污了 如此种种 很多很多 我们每一个人修行的人 心里应该知道 让自己的心呢 干干净净 像梳妆的台面一样 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是心性的修为 心性的修为 是很深的功夫 是非常维系的功夫 一脏了 我们知道扫 那我们的心不干净 我们懂不懂扫了 不懂 来自于很多人呢 真是知道崩溃的边缘了 那我们就要去学会修行了 在这里神修大师说呀 实时心服是 末世的尘埃 不要让他 沾着上了尘埃 他比如说我们念佛 我们持戒 都是为了让我们原本的 清静的心 不要去染污 前两句话 菩提树 明镜台 是打了比方了 下来就具体的告诉了我们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无外乎就是说 每时每刻把我们的望念看住 不要让我们的心里头起了烦恼 起了望念 实时心服 是过失了尘埃 在这里给大家重点的要指出来 神修大师他的这首发育 重在修为 重在交给你用功半道 也就是说他的落绝点在于告诉你怎么样去修心 那我们如果把神修大师的这首诗记在心当中 懂得实时心服势 那我们的心就可以保持得干干净净 那有了干净的心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佛教讲身口一三叶 在身口一三叶当中 一叶为上 勤贼勤网 打射打七寸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如果把自己的心 发明了光明 把自己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功夫就用到家了 那你要不然就像梁武帝那样 建了很多的庙 造了很多的像 你的心里头 不干净 心里头有自己的算法 那依然是没有功德的 所以他在这里说呢 教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修行方法 实时的心服势 莫实的成来 如果用智慧的讲 就叫观照活动 一个修行的人 要用自己的真志本 把自己的妄念照破 起心都念自己知道 那如果你不欺这个妄想的念头 不欺恶念的话 这次是道场在心中 是真正的道场 在儒家呀 以如我们在座当中 有搞过学的 在儒家 把我们这个清静的心 找良知良能 一个人干的那种亏心事情 国王可以不知道 法律可以不知道 道德可以不约束 但是你自己心里头知道 当你心慌的时候 当你心乱的时候 你的心里不踏实的时候 那就证明你改了黑心事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干呢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 明知去绑化 要去说 明知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要去做 为了让自己生存的更好 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 但是呢 这个眼窝太浅了 是短见的 他不懂得英国之网 就像第十天的这个珠宝之网一样 接得很密 疏而不漏 人间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可以投机取巧 如果你种上了一个恶的种子 那必然受爆 但大部分人呢 是蒙着头睡觉 自己认为别人都没发现自己 自己干得很漂亮 实际上呢 自己就把种子种下来了 这样的佛教的故事 佛教的公案非常多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因为慧能大师 接到法 接了衣钵 贬低了神社大师 那就划分两头了 神秀大师 他很可能是 在悟到空性以后 表达了他用功的方法 慧能大师呢 就顺着他这首诗 再写了一首 菩提本无数 明镜也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来 这个案 按照佛教的法理来讲呢 是 大车大物 天也空 地也空 天也空 娘也空 一空空到十八空 他把这个空的道理 是讲得很透了 就是本体啊 悟到法的本体 像虚空一样 一发不利 一尘不染 我们叫明星见性嘛 也就是说 并不等于说神秀大师 没有明星见性 但是他们两个的区别在哪里呢 一个重在讲了他的用 一个重在讲了他的体 我们的语言文字呢 是两维的 我们讲话的时候呢 讲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 所以说讲话的时候呢 前后左右都要照顾得到了 这一首诗写出来了 有所表达 就有很多不能够表达 我们大家都有智慧 都跟悟到这个道理 这两个大师啊 我们千万不要妄自非博呀 应该透过文字 明白他们 告诉我们的实相 前一手重在修 后一手重在正 对空性的体 要去正 对前面的 我们的习气业的一个毛病 要去实时心服事 漠视了尘埃 所以他们两个在波中之间 不相上下 那你们大家就会问了 那吴左红人 为什么把一波就交给 交给了六度贝能 而不交给神秀呢 这又要 从头说了 神秀是首作 学历很高 文化很高 经常给别人讲开示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有文化的人 他可以不由心悟 他看了一本书 他就能讲出道理来 相对之下 六度贝能 一见侨夫 一个下苦力的人 他没有那么高的学问 他同样的道理 六度贝能误导 六度贝能就是高 因为他不加文字 完全是从自己的心里头 表露 发明出来的 后来被后来的人 后来学法的人呢 称为南中顿悟法门 南中顿悟 那个生命啊 没有品质 没有质量 本来应该好好过的时候 他反而不好好过了 这就是随着习气和业力走了 六度说啊 邪正拒不用 清静至无的愚愿 是和非不要 黑和白不要 长和短不要 当下大地平成 菩提本自信 起信几十忘了 我们的智慧 本来犹如大海 净风一吹 就起了波浪了 起了波浪 大家不要怕 在佛法里头 有一个精妙的比喻 说我们的智慧的本体啊 像大海的水 我们的是非心呢 就像浪一样 遇到风吹 浪就起来了 这就偷给我们一个消息 偷给你一个修行的方法 全波是水 全水是波 当你看到浪的时候 那就是智慧 你们大家在讲是非的时候 也是在用智慧 只是用错了地方 造了恶业而已 没有智慧的人 那个傻瓜和白痴 他还不会讲智慧呢 那个聪明的人 他会讲智慧 那是他把智慧呢 用错了地方 我在向我身边的朋友 和我的 那些幸福的居士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啊 是我最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 也可以 让你们大家分享啊 正当烦恼时 恰恰用心时 烦恼来的时候都要逃避 正当烦恼的时候 正好是你增加了 增加智慧 用功半道的时候 正当烦恼时 恰恰用心时 要学会用功啊 不要逃避烦恼 也不要回避烦恼 用烦恼的时候 正好可以考量你的心 看你的智慧如何了 菩提本自信 起心即是忘了 菩提心呢 自信是光明的 你如果有一个 赤真心 有一个长短心呢 那就是忘念了 就像这个 梁武帝和大摩大师一样 你有一个想法说 我要要功的 这个心就已经是忘念了 已经不是清静心了 起心即是忘了 静心在忘中 但正无三丈 清静心在哪里呢 清静心就在 凡复的忘念当中 没有忘哪有正呢 没有正念哪有忘念呢 没有忘念到哪里去找正念呢 你们大家从这里 要开始悟道了 我们佛法里头讲空啊 讲天也空 地也空 爹也空 娘也空 你也空 我也空 一直空到十八空 当我们讲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 是因为世间的有 世间琳琅满目的 房屋花草树木 我们才能误导空 如果原本就是空的 我们就不知道啥叫空了 巴掌和拳头是相会而言的 是对法 在佛法里头说 法不姑且 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 最近就生起了烦恼了 你原来在一个家庭当中 看到你不喜欢的对象 和你的子女会有烦恼 一旦原散了 时过境迁了 那个烦恼了不可得 但问题是你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了 那佛法告诉我们呢 望中有真 真中有望啊 有中有空 空中有有 叫真空妙有 希望大家能误导这样的道理 金钱 美女 科技 那都是工具 都是手段 就用钱来说 它是一个假象 如果你是一个善人 越多越好 你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如果他是一个恶人 他多了以后就会办坏事 有很多女人就骂钱 说男人有钱就学坏 女人学坏就有钱了 大家都在众霸金钱了 实际上你很冤枉 他不是钱的错误 是人心 你要看你怎么去运用它 怎么掌握它 我们还有 有的人还不理解呢 反对社会进步 说这个科学是魔鬼 你看因为科学造成了污染 那不是 是人心污染了 人心污染以后 把它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 我们吃的菜 吃的粮食 喝的水 吸的空气 全部被污染了 那个污染的源头呢 在人心里头 所以说真正要治污啊 不是治江河的源头 是要治人心的源头啊 这三十年中国人 爹不清 娘不清 钱最清 从小到大的中国人 把钱是认准了 为了挣钱 大家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亲情没了 环境没了 我们身心内外的环境 都被破坏掉了 这是人类的短见 你钱再多 吃不到好的粮食 喝不到好的水 没有人性之美 这个钱是一张白纸 没有用 人很愚痴啊 心眼被迷住了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呀 陈中木骨啊 惯性世界迷途人啊 让我们少迷一点 我在深圳啊 那些企业家问我说 法师你讲了这么多道理 那到底怎么样解释出烦恼 我思前想后啊 我就告诉他一句话 对于现在的城市人 少一份贪欲 就多一份快乐 少一份执着 就多一份解脱呀 很简单 只要你按照这个去做 你吃不了话而已 但是道理明白以后呢 人们在做的时候 就很吃力 因为啊 整个的社会风气 我们大家呢 就像开着车上个高速公路 你想下来下不来了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啊 绝对是大声发门的 世间的人 如果你真的想修道的话 并不妨碍你成家 也不妨碍你做官 也不妨碍你挣钱 只要你有一个清静的念头 有一个正念 有一个真心就可以了 道场在心中 这是六祖给大家说的 念佛 念东念西 一会儿要出家 一会儿要回家 那都不是办法 真正的办法在于 我们的心开意见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如果你想修道的话 出家在家 那都没关系 你在家里讨生活 也不妨修道 其实啊 给大家揭开密集 一般的人到了庙里头以后啊 看到这个剃了光头的和尚 说这是修道人 我告诉大家啊 你们在家里 每一个人都是修道人 你睡的那个床就是蝉蝉 你想一想 两口子结了婚 就不断的磨合 调整关系 那不是在参禅悟道 你悟性好 婚姻就幸福 你悟性不好 那就 离了婚 结婚再结婚 结老婚再结婚 然后我们就编了个口诀 和大家开玩笑 说这个结婚啊 是个错误 生孩子是失误 离老婚再结婚 是执迷不悟 出家搭门上 才说大车大悟 其实呢 并不是要大家都出家搭门 而是大家呢 要得活的心法 那同样的道理 一个人如果出了家了 对佛法没有心怀意见 只是把头发剃掉 穿上了衣服 洗了一样的烦恼 那那个出家也是很冤枉的 因为出家人最基本的原则 是要清静自在 出了家了 我很清静 我很自在 那才可以 如果把自己搞得比在家人还累 搞得那么辛苦 那个可能是要打问好了 当然了 按经界来说呢 有的人说了 说我为众生累 我为什么哭 我为众生流泪 我为什么到处化缘 我是为了给众生建庙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对于你个人的修行来说呢 千万不要错位了 一定要 智慧自在解脱 这是出家人的一个本分 六祖在这里说呀 世人若修道 一切进步法 你如果追在心中有道 那没有关系 你当官为民 出家在家都可以 下面他开始解释 长自见己过 遇到了吉祥无大 其实这个话呀 是没有办法才说这个话 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经常悲光反正 用自己的心 真心照自己的妄心 如果你能够认清你的心 看准你的心 遇到即相当 就是遇到就相应了 遇到就相应了 就严丝合红了 香气了 色泪自有道 割补香脑 这个色泪呢 不是男女之色 是说的物泪 天下的万物 割有割的道 我可以把这个 很通俗地告诉大家 我前部就去神龙家 神龙家呀 是这个这个秦岭山脉 忘不到边际啊 山连山啊 全都是森林 但是你们大家会发现 一个非常好的道理 高大的树武 接受的阳光高 小花小草 从石头凤里头蹦出来 他也能活下来 色泪歌有道 这个云云众生也是这样 你看到那个捡垃圾的人 你认为别人很辛苦 那别人一天还悠哉 也悠哉的 上面没有领导管着 下面还没有税收 自己一个人在街上 悠哉悠哉的 我有时候想到这个出家里 就够解脱自在的了 我看看那个游戏 那个乞丐啊 比我还自在 要的啥子都吃 然后呢 天荡 天荡这个 天荡被子地荡炕 随时哪里一窝 你看人家烦恼 人家不烦恼 我们有些人不当官 看到人家当官的时候 这当官的好累 人家未必累 人家不当官才累 人家当了官 手里头有权力 用起来以后 你要办的事 我能给你办 很得意 那他就走到那一道 那有人说了 这个人挣钱挣得好辛苦 他不挣钱 他闲着没事 他才辛苦 他拼命地点草票的时候 很高兴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人家庭背景不同 男女性别不同 年龄不同 教育不同 会跟善跟不同 各有各的道 你根本就说不来 这里头的道理在哪里了 你不要为他烦恼 你要为他烦恼 你才是个大傻瓜 还有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古代人告诉我们说 儿女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做马牛 可是我们这些老人们呀 管了儿子还要管孙子 管了孙子还不讨好 结果人家的孙子 没考上大学 把你老俩搞骂一个人 所以说这个人呢 人生不满 常怀前税佣 就是迷情没有打破 心里迷得很 如果你们大家还迷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经济上的案例 九一年的时候 中国讲万元户 连猪圈 羊圈 带床 带被子算起来 整个资金凑起来 一万块钱 这就叫万元户 全国人民学习万元户 到了两千年 你说你是万元户 人家不笑掉大牙呀 社会的这种发展呀 经济的运行 文化的变迁 不是靠你那个小脑袋瓜子 你在那里执着的就维护就能维护得了 那你想不明白了 实际上我你根本就没想到我今天讲话会用麦克风啊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对佛发言要心开意见 千万不能够执着 有一份执着 你这个心啊就不能够运用自由啊 总而言之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我如果把这句话翻译好了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你不要替古人担忧啊 贝贝勒看三国替古人担忧啊 你用不着 他自有他自己的办法 哥不想脑房 互不想脑房 人有人道 贵有鬼道 畜生有畜生道 同在一个地球是多为一体 一个人如果你阳气内营 心神健康 有鬼你也撞不到 如果你心怀鬼胎 心虚气弱 没有鬼啪就站上了 就招惹鬼了 所以说呢 你不要怕贱鬼 那贱鬼是你心里会有鬼 一个人如果充满了阳刚之气 充满正气 那鬼不会找你 他找你是你 以为你和他是一家人 他在找你 所以说呢 神者的修道人内心 仰浩然正气 那里冲进了光明 歪不了邪不了 当下就是活菩萨 离道别迷道 终身不见道 繁复众生啊 骑驴找驴啊 头上安逃 不知道自己这个色身啊 身是菩提树 心若明净台 实事幸福是 恶事来的 当下就在道当中 身就是道场 心就是法王 当下就可以修行 但是呢 他千山万水 群尸仿照 心里不明了啊 拨拨杜医生 到头还资奥 就是慌慌张张 苦苦恼恼 麻麻烦烦 东撞西撞 不见棺材菠萝类 不打黄河 心不甘啊 度过一辈子 到头还资奥 老了一会儿 后悔了得要死 我费了时间 又交了学费 我到最后是 周来打水一场空啊 就是因为你心里头没有道 欲得见真道 行正即是道 道是看不见的 是摸不着的 像虚空 像大海的水 不但人为了向我们表达道 伸出手指头 要我们因之见略 写了一本书 用一本书给大家讲道 道由心悟 道由心去正 如果你悟到道以后呢 他的表现形式是 行正即是道 在佛法的教义当中呢 就叫正行 一个人做人 坦坦荡荡 端端正正 那你就在道当中了 你可能迷迷糊糊 不知道啥是道 但是你已经走在道上了 比如说佛教里头 要我们智慧 智慧 要我们慈悲 要我们向善 要我们向上 按照四摄六度 八正道去做 这就是道 这就是道 因为道虽然无形无相 但是它可以表现出来 就像我们平时大家讲 道的两个字 有的人就说 那道德在乘上能乘几件呀 他称不出来的 但是这个人有没有道德 我们通过他的为人出世 我们可以改革道 那有的人很善良 很慈悲 那有的人就不善良 不慈悲 有的人受到伤害以后 他更加同情别人 有的人受到伤害以后 他会反过来 报复别人 报复社会 同样遭遇是一个 但是人和人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道德在人群当中 它起到一种调和的作用 可以理解 可以沟通了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自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吧 如果你自己心里头 没有正念 没有清静的心的话 暗行不见道 就是默着黑走路 你总是也看不到路 若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句话对我们是当头棒喝的 我们有很多的佛教徒 爱议论国家大事 爱谈别人家里头的得失 那有一次联合国 有一个佛教徒啊 在广基寺给大家讲信经啊 那有一段是最精彩的 讲到最后呢 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的佛教徒啊 自己的烦恼还没有断 拿别人的烦恼来 超级消费 成天在讲别人 假的是非和烦恼 那你不是超级消费啊 自己的发糖 还打扫都不干净 自己的心里头 还不干净 成天在讲别人的是非 这句对我们是 提面令 提醒了 若这边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为什么说是 如果你是真的是修道人 不见世间的过话 不见别人的过失呢 因为你的心是凭正的 是坦荡的 是干净的 没有是非的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啊 在这个低层次的人群当中 你今天瞄着我的鼻子 我明天瞄着你的眼 互不相让 讲是非 这我们大家呢 在这里就要切记了 六祖本来呢 是 独立文字 叫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但是没有办法 面对这些迷茫的众生 他讲得很细 什么是道啊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不意论别人的是非 不说世间的好坏 那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若见他人非 自非 说是左 如果老是在说别人的是非 那自己就已经错了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要心平如大海 安忍如大地 不讲别人的是非 当你指责别人是非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错了 他非我不非 自非却有过呀 别人错了 我不错 我错了 影响我的道心 别人错 我不错 就可以了 这个在《维摩经》当中呢 也有一段 有两个比丘呢 到外面去化缘 可能是犯戒了 然后他就找到这个慈世菩萨 慈世菩萨呢 戒律非常惊严呢 来忏悔 忏悔就是 有了悔过的表现了 他希望呢 通过忏悔让自己亲近 这个慈世菩萨呢 不但不允许他忏悔 把这两个比丘 他骂了一顿 教训一顿 然后呢 正好被《维摩经》 巨师碰到了 《维摩经》 巨师就告诉慈世说呀 忏悔是 忏悔闲言 忏悔后过 忏悔的最高发明是 心空 极地空 如日处虚空啊 心要空掉 心若空时 是罪业亡 本来他来求忏悔 是想悔过 你现在揪住他 不放 不让他毁过 那你这不是把人逼向绝路吗 我们有很多的家长 和我们的企业的领导也是这样 子女犯了错误 他已经有了 毁过的表现了 你揪住他 不放 你不让他乖 不让他改 修行就是改正 他要改 你要允许他改 这句话子就说 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凡夫啊 在人间做人啊 都有缺点 都会犯错误 他有悔改的表现 你要表扬他 多多的表扬就有天才了 那我们出家人 是出了家了 剃了头发了 穿了和尚的衣服了 我们还没有成佛 正走在修行的路上 我们会犯错误 他犯错误 你要允许他改错误 他犯错误 在凡夫的位置上来讲 他犯错误是正常的 他不犯错误是不正常的 你想想 他不犯错误 他成佛了 你岂不要拜他了 他当然要犯错误 因为我们的心量 因为我们的智慧 因为我们的习气和业力 我们会有多多少少啊 我们会有出入 行为会有出入 要允许 这里头啊 从道的原理来讲 叫有容乃大 一个家长 一个企业的领导 你有容量 你才能变大 有的人呢 就跟我讲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庙里头怎么样 你知道我心里 我想 就这么大个池子 能养几个王八乌龟啊 那池水就那么深 养不了多大的鱼啊 大鱼在海里头 他一定是有他广阔的空间呀 所以说呢 我们大家呢 要提升自己的心量 要超越自己 这样呢 让你的心量变大 担自却飞心 打出烦恼破 把是非的心 取掉 烦恼当下就熄灭了 真爱不关心 尝尝两句话 人家 人家结婚也好 人家离婚也好 谁爱谁 爱得死去活来 谁恨谁恨得 咬牙切齿 你都不要管 尝尝两句话 你睡你的觉 这句话讲 听起来好像 太不负责任了吧 那别人闹离婚 别人打架 你得去劝选 去管管 我告诉大家 自有因果 他自己心里不开解 你别人劝也没用 很多世界都是这样 你一劝 把自己还劝进去了 这里说的 正爱不关心 尝尝两句话 是对修道人说的 你不要卷到是非里头去 尝尝两句话 不要从字面上理解 谁的意思就是 你做人啊 阳光坦大 坦坦荡大 你该吃吃该碎碎 你既不要自己烦恼 也不要替别人烦恼 你替别人烦恼 解决不了问题 你比如说像现在社会 有些人下钢了 实验了 他过得很苦 你想帮他 你还真帮不了 为什么呢 文化很浅 能力很低 甚至有些人 还染上了恶习 特别懒惰 你想帮都帮不了 叫老百姓叫什么呢 蚂蚁穿豆腐 提不起来 你有啥办法 让他受罪 罪受禁以后 他就觉悟了 尤其是烦恼和磨难 对说佛世界的众生来说 是一剂良药 因为这个众生啊 他身上有惰性 只有在困苦交间的时候 遇到磨难的时候 他才会愤发突强 有些家长不懂这个逆境教育的道理 要挫败教育 挫折教育 他不懂 孩子上学 高额的学费 穿的是名牌 喝的是可乐 吃的是肯德基 然后进学校的时候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你把一切都给他扑平了 刚刚工作给他买了房 刚刚上班又给他买了车 把媳妇都给他拧进门 这样的小孩你是把他害死了 因为他不知道人间的艰难 他根本就没有生存的能力 是圈养的鸟 温室里头的花朵 稍微在人生当中啊 一旦有点有点波折 他就受不了了 但是那些穷人的孩子 七八岁就开始做饭 生活自理 穷人的孩子早上 现在有很多的父母 过于溺爱孩子 没有挫败教育 你把孩子害了 因为你将来老死以后 他还要做人啊 人生哪有一番通顺的 他都要遇到挫掌 所以说呢 对小孩要进行挫败教育 苦难 痛苦和磨难 对娑婆世界的重症来讲 是出离的良药 不苦不学道 不苦不出离啊 如果在天界享受着 玉皇大帝的待遇 那谁还去修道 为什么说不求人天福报呢 因为到了人天的福报啊 思一有依 思时有时 非常容易堕落 那个猪八戒 天空大元帅 就是从天界堕落下来的 堕落这个猪八戒 已经成了猪八戒了 见了美女 那两眼就不保绿光了 见了那个好吃的东西 口水就流下来了 不顾一切呀 那个猪八戒就太形象了 那个求福报的人 那就像猪八戒一样 你早晚会不会堕落下来的 会露出原形的 所以说呢 学活要夫慧双修 六祖呢 在这里强调的是智慧 他说呀 愚人修夫不修慧呀 他说那个愚蠢的人 他修夫不修慧 我们现在的很多人 就是修夫不修慧 印经 葬生 造像 造像 建庙 都没有错 因为我们是福慧都缺 修夫 但是不懂得吗 深入精脏 智慧如海 智慧不能够开发呀 确定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如果你想教育别人 想动化别人的话 你得有很大的方便 如果你没有手段 你教化不了别人 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就是 自己皈依了师父信佛 以后高兴得很 回到家里以后呢 老公 我吃素 你也别吃肉了 然后家里亲戚朋友来了 没有盐 没有酒 也没有肉 那些亲戚朋友说 哟 这人怎么 成了铁公鸡 一毛不拔了 过不了一年呀 你就成了绝交官了 再过不了一年呀 你就成了胡家寡人了 然后呢 强行的给别人塞佛法呀 学法好啊 别人并没有感觉到好 你说好 别人没有感觉到 缺乏智慧 你真的要度人的话 需要好大的智慧 没有智慧度不了 我身边呀 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很多 但是有的人 他就非常有智慧 有一个女巨是 以前那是又暧昧 又懒又奸 又残又滑 然后皈依佛门以后呢 突然就变了 变得又情奸直佳 然后呢 上行下效 做得很好 他并没有给他老公 讲一句佛法 他老公就来了 哎呀 我也回忆吧 我说你为什么回忆啊 他说我这个老伴啊 自从回忆佛教以后啊 改了很多的毛病 哎 上下都说他好 我看这学佛法 真是能改变别人 不错 通过你的生命的实践 来改变别人 来改变别人 教 行大于言教 行动大于言教啊 你说得很好 做得不好 大家就不信服了 那我们有很多人就强行的在推销 去法治愧 六族就在这里说呀 确逆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如果你要教化别人的话 你需要很大的智慧和手段 方便呢 就是方便法门 叫智慧 物令必有意义 即是自信线 你如果讲经说话 让别人心里听了以后很舒坦 就像观音菩萨 三十二化身啊 他应当以女人的身得度啊 你就是女人 他应当以比丘的身得度 你就献比丘像 他应当以达官贵人的身份得度 你就变成献成达官贵人 他心里不起疑啊 说明你有智慧 自信线 就是你就有了智慧心了 后两句呢 常常被我们大家挂在口头啊 佛罢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弥菩提 恰似求兔脚 兔子不长脚 兔子如果长了脚以后 就会被送到马戏盘去 说这一般我们看到的兔子 是没有脚的 这个是一个比喻 意思就是说佛在人间 佛在人间 不魔不成佛 有了魔境就快成佛了 不恐不作人 佛总在人间成佛 不在天上成佛 一个修行人出家修行以后 遇到的种种的障碍 那恰恰是让你修到的资粮啊 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一般人就会逃避了 怕受苦了 那另一个含义是说什么呢 佛法是济世的良药 如果世间的人都不得病了 那佛法不就失效了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巨师们 信佛人的烦恼 没有众生的苦难和烦恼 那和尚们就实验了 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所以说佛法呢 在世间是用来治世间的病的 是对治的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学佛人 在学佛的时候 把佛法和世间对立起来 把佛法和世间对立起来 不能够圆容啊 自己对佛法呢 将话教条的理解 然后生搬硬套 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心 去与人相处 结果呢 带来了学佛的烦恼 我在人生的解脱里头 写了一段 我说佛说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无孕之胜苦 求不得苦 我说我们的学佛人 还要加一个苦 叫学佛苦 不学佛还没有烦恼 学了佛以后烦恼更多了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就是我们的智慧 没有现钱 没有开发出智慧 也就是说呀 没有世间的烦恼 佛法就失效了 那是对法 正见您除世 邪见您世间 如果你有正见啊 就是正确的看法 和正确的想法 那就是除世吧 如果你在世间的众生呢 都是颠倒的 无常不忠计常 苦中寻乐 他是颠倒的 说一说呢 叫邪见 邪见就是世间 邪正尽打却 普及性宛然呀 世俗世发 深入其中 有朝阅其外 和世间的人相处的时候 车有车道 马有马道 要遵守他的道德教育 按照他的规矩办事 但是心里头不产生感无 见思廟做功德 不要留名 生命都不存在了 留那个假名有什么用呢 一般的人他不明白了 即世间 初世间 该当爹当爹 该他妈当妈 该做官做官 该挣钱挣钱 但是心性不要被迷住了 这需要你呢 要有大的智慧心劳 出其性宛然 出其就是智慧 智慧当下就现实了 在世间还不坏世间 出世间 不离世间 就做对了 此宋是顿教 以名大发传 我给大家现在讲的是顿悟法门 希望大家 直了成佛 以心为道朝去修行 不要东奔西朝 西跑 说朝论断 顿教顿悟法门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呀 也叫大发传 要把大家一起从烦恼此案 渡到避愿去 迷闻 经内戒 物则 唱老戒 一个迷的人 听了经教以后呢 经了三大阿僧气节呀 心里都不开节呀 如果一个人的善根成熟了 开悟的话 一瞬间就开悟了 欲言下大悟 这是禅宗党中经常讲到的 法师一讲 他马上就明白了 心开意解 开悟以后呢 如提呼灌底 心里头非常的清凉 一悟百悟 一文千悟 事如破诸 全都通了 这一通不要紧 当下 见遇佛奇 他的见解和佛是一模一样的 智慧就开了 那我们再去修行呢 就非常快 要溜足慧能啊 那他是一个再来人 他听到别人念经说 因无所诸而生其心 他心里头 就有所 有误 然后到了五座红人门下 语言下大悟 就大车大悟了 那他就 他这个修行呢 就是顿悟 俗罗次第的 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的 我受了三规 再受五戒 明显在修行 四摄六度 甚至我们简单的一个法门 我们修行起来都很吃力 那是以我们的根性 好不可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呢 借了六祖谈经的这样一种教育 能够发明自信 当下成当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心就是道场 在心里头做佛事 犯出自己的烦恼 增加自己的智慧 做人有余 成佛有余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不依靠经典 不依靠阶梯 当下从自己心里头发明出来 所以说这个水平呢 是相当的高了 我们大家呢 在领会这两首 这两首发击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样去理解 领会了 他说呀 铺体本无数 因为打了个比方嘛 当然铺体本来也不吃数 明镜也飞台 把这个相机扫掉了 明镜也飞台 本来无一物 彻填彻底 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利 何处惹尘埃 你认为有发可修 认为有东西可证 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染污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气度恢弘啊 觉悟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活发呢 不嫁文字 靠文字误进去以后呢 你们大家就可以发明自己的智慧 这个 过去有一个老禅师呢 他自己在毛岸里头修行 领了三个徒弟 古代呢 修行人 教徒弟修行啊 都是船帮带 老的船给小的 在秋天的月亮下面 他们喝茶称凉 一个呢 给打了普扇 另一个给端着茶 闲下来呢 这个大徒弟啊 就和二徒弟辩论 一个说佛法在讲空 一个说佛法在讲有 这个老大呢 比较 比较执着于这个 出世见法 师父就告诉他说 世见这个是有 那个也是有 就给他讲说 佛法讲的是有 他就把这个记住了 那个老二呢 他比较入世 把 把这个五欲的世界呢 看得很重要 师父就专门给他讲空 这也空 那也空 他就记住了 佛法是在讲空 这两个人就辩论不休啊 辩论完以后呢 就跑来问 就跑来问师父说 师父 老大们说 我讲的对不对啊 师父说 你讲的对 问完了 老二不服气了 跑来说 师父 那他讲的对 我不就讲的错了 我讲的对不对啊 那师父说 你也对吧 当山山的这个四者呢 在旁边听 越听越迷糊 这个空和有是对立的 在师父这里怎么都是对的 那师父说 你说的也对 因为啊 像我们的手心和手背一样 一个人真正悟透了 把空有的两边都要悟透 我发呢 叫真空妙妙 一般人透不过文字 他悟不透 产生了对 要么就是执着于世间 要么呢 就执着于初世间 他不能够把他完全的圆融起来 智慧呢 就不能够 智慧就不能够生发呀 就类似这样的公案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老禅师呢 是魏阳中的这个初宗 他跟着师父修行 师父平时把佛法的道理 都给他讲了很多 有一天师父说 我把我想讲的佛法 都给你讲完了 你到外面去修行吧 徒弟就到外面参学三年 这三年当中呢 他遍方云水 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心里头也开悟了 他回到毛阿姨后呢 看到师父啊 他是青灯黄军呀 在窗户底下呀 点着油灯在那里看经书呢 因为师父这个道心应应呀 他希望通过看经书开悟 他明白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师父要教育徒弟 那是不好说 不好开口的 徒弟怎么能够教育师父呢 那叫道观了 然后呢 他看到一个密封啊 在这个窗户对见 看到外面透光了 他想走出去 蹦蹦蹦地碰窗户 这个徒弟一看机会来了 他说呀 门窗大开呀 你不从窗户里头飞出去 你在这里钻固纸堆 旅年马月才能透得星光了 这个师父一听恍然大悟 哦 原来佛法不在经书里头 哦 原来佛法不在经书里头 三千大千世界 花开花落 小桥流水 人事更替 生老病死 哪一样不是佛法呀 众生心迷 他迷在这个固纸堆上 这个纸都黄了吗 不是固纸吗 迷在这个固纸堆上 气力透不过去啊 所以我们大家呢 从此以后 对神修大师这首诗 对慧能大师这首诗 叫醒悟 一个讲的是像 一个讲的是体 一个讲的是用 一个讲的是证悟的境界 如果你这样悟透以后呢 就大开圆解了 就大开圆解了 就不会住在门子巷罩那边了 这个六座慧能呢 他在保零寺 就是现在的潮汐南华寺 魏寺和这些巨师呢 有一千多人呢 就要请他 请他讲经 他在开始啊 开始有一段经文呢 你们大家打开 就要请他说 这些什么东西呢 就要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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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 好 好 我 你们三家呀 打开这个 行为物品第一呀 他就 开门见山的 就说呀 善知识啊 对底下人客气的称呼 善知识啊 出题自信本来清静 各位来文法的人呢 你们要当下承担 不要绕弯子了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我们每一个人呢 原本都有一个智慧的心 只是被无名烦恼 遮蔽了你的心了 你认不得自己的心 随随随的你都被洗袍了 菩提自信本来清静 释迦牟尼佛呢 在菩提树下 悟到之后 他就说 其在其在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得下 就说你看这个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的众生啊 他本来都有一个 如如小光明镜一样的智慧心 那我们不仅要问说 那我现在怎么没有了 他到哪里去了 他在你身上 你吃饭的时候 他和你一起吃饭 你睡觉的时候 他和你一起睡觉 你烦恼的时候 他和你一起烦恼 体是一个 又有两半 那我们又进一部分说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因为我们被 财色明十岁 贪称赤慢一见 五蕴和六毒 把自己的心啊 活得死死的 蒙蔽了自己的心了 所以说呢 你的心里头透过气了 如果再形象的时候呢 说我们的心有九孔 就像那个连财的眼一样 有九个孔 你爱一样东西 那个孔就被护住一个 心里头透不到了星光 智慧不能现前 每天烦烦恼恼 口舌是非 到了身口一三夜 到了身口一三夜以后 然后再继续轮回 六族大师呢 在这里 好 直言不讳的说 普及自信 本来清净 普及是智慧 智慧的本性 原本就是清净的 他就引导大家 直接看你的心 但用此心 直了称妨 但用你凡夫的这个妄心 直接顿悟去称妨 你不要绕来绕去摆着弯的 粘住于文字啊 然后去群世仿道啊 好东奔西啊 直接用你这个铺提的智慧的心 直到去成功 这几句话呢 可以说啊 智慧有声啊 垦枪有力 智慧有声 但是后世末发的众生呢 他的心很小 心力很弱 他不敢当下承担 那我们不敢承担 以后就会表现出什么呢 会表现出来啊 没有前途了 又遇到困境了 刀庙里找和尚去抽签打挂 找和尚给自己去算命 实际上呢 命由心生 命自我利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得意的时候 得意忘行了 十一的时候呢 垂头丧气了 自己的心呢 就完全被 被民蒙蔽了 那还有一些少旭 有少旭的善根 到庙里头来了 听经文法 有相当多的人 只知道拜佛 而不懂得成佛 只懂得供养修行人 不懂得自己去修行 到了庙里头 烧了很高的香去拜佛 不知道自己也能够成佛 心被蒙蔽了 只懂得去供养出家人 求福报 而不懂得用自己智慧的心 去植料成佛 那再进一步讲 出家修行了 少旭有进步 发痴 发狂 发呆 这都是后世过法案 因为众生的这个烦恼很重 习气很重 心量不够大 不能够像六祖祖大师这样指出的呀 出体自信 本来清净啊 但用此心只要成佛 我们不能这样去做 应该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了六祖大师这个话以后啊 要用心去好好的参悟一下 我们的忘心在哪里 忘心后面有个什么心啊 忘心和真心是什么关系啊 好好去参悟一下 如果自己的心里头啊 闪出了星光啊 就比较好办了 在这个行油分这一部分呢 这几句话呀 可以说 可以说呀 对我们是当头报贺 六祖大师在悟到以后呢 如果前面这四句话 我们要用心去悟以外啊 它下面呢 就明确地给我们解释了 何其自信 百自清净 这是这个文言 我们重视的自信 本来就是清净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就是我们原来的心呢 不生不灭 这就是我们想到呢 我们常常念的心经 二百六十个七 二百六十七个字 舍利子 是诸发识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那说的是 人生和宇宙的百来面目 我们凡夫眼里头的世界 是有增加 是有减少的 我们的心里头 是有取舍的 我们的感情上 是有爱赠的 有的东西我们爱 有的东西我们憎恨 是有取舍 正因为有爱赠 有取舍 有黑白 有长白 我们的心里就不得安宁了 自己内心里就会生起烦恼 对外部 心就随外境所转了 就生起了很大的烦恼 在这里六组说呀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 本自聚足 他聚足的是什么呢 聚足的是成佛的德项 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成佛都有份 唯一所要做的是 你愿不愿意干 如果你愿意修行 那就有可能成佛 你自愿泥 自愿成一为众生 不愿意去修行的话 不愿意去开悟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烦恼的众生了 我们和佛菩萨 岂是一个 没有两个 在佛菩萨没有增加 在我们也没有减少 那么我们大家呢 要一起观想 当你烦恼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智慧和心量不够 你有足够大的智慧 和有足够大的心量 你就烦恼就少了 那我们再假设一下 一个人在世间讨生活 有的饭吃 有的衣服穿 如果没有烦恼 那这是什么人呢 这就是圣贤了 有烦恼就造孽 没有烦恼不造孽 你没有烦恼 众生和你在一起 就感觉到很安稳 很清凉 你是非口舌有烦恼 人们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就感觉到不安稳 不清凉了 所以说烦恼并不可怕 怕的是因烦恼而遭念 在这里六种大事 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道理 我们每一个人呀 以成佛的是成佛了 未成佛的是未来佛 心迷就是凡夫 心悟了就是佛菩萨 所以我们每天呢 求佛呀 拜佛呀 交了多少的路费到斯大明山区 那个参学呀 开眼界 掌智北那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你心地没有发明 这个钱呢 全部都铺在铁路上了 因为你的心里头没有明啊 走来走去 把自己迷失掉了 我过去呢 给大家曾经讲过一个公安啊 明朝有一个出家人 有一个修行人啊 他平生的宿愿 就是要到南海去拜官衣 普萨啊 然后呢 他就不断的赚钱啊 赚了足够的钱以后 安定好老母亲 他就到南海去拜官衣去 走了三年 从他出发的那一年开始 他的老母亲啊 就日攀夜险 深怕他在路上啊 出了什么事情 小孩行千里 牡丹雍啊 到了普陀山啊 他走了一圈以后 没找到观衣菩萨 碰到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太婆 他就问这个老太婆说 说南海拜官衣啊 这观衣菩萨在哪里呀 这老太婆说呀 观衣菩萨在你们家 就在你们家呀 他是什么形状呢 倒积拉的血 披着床单 给你开门的那个就是 他听这个老太婆这样一说呢 他赶快就回家了 急急忙忙往家里赶 赶到家里头呢 正好年三十下了大学 他母亲一听到外面有动静 知道是他儿子回来了 来不及穿鞋 倒积拉的鞋 披着床单给他去开门 他这一看 哦 原来堂上老母 就是观衣菩萨啊 这里都是讲的一个孝道 有很多人呢 东求外求到庙里去舍钱财 去朝拜四大名山 在家被父母不照样 那就口是心非了 我们还有很多的句实 用事搞笑 所以我在东北讲经的时候 讲完经啊放声 我给他们讲开示啊 讲开示的题目就是 先别放声 先放人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人 对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 都没有慈悲心啊 成天去放王八无归啊 我说难道你堂上的老母 还不如王八无归啊 你身边的人 老的需要孝敬 小的需要照亮 你尚且不管 你成天又又要出家 又要吃素 那就是假修行吧 所以说呢 修行要从身边开始 不要舍尽求远了 六祖在这里讲的 就是更是直接啊 何其自信本来清静啊 我们大家呀 都是未来佛 如果狂心歇下来了 用智慧把烦恼当下改断了 各个成佛有余啊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没有足够大的智慧 没有足够大的心量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呀 心为法王 我们这个心里头啊 为法王啊 心生法生 心里起心动念了 法就出来了 比如说像我 我现在想说我就能说 我不说就不说 不说就没有 说就有 那很简单 写到纸上就有稿费 爱的名字就是一本书 都是从心里生出来的 在这个古印度的时候 有一个人呢 雕这个妖魔嘴怪的像啊 他每天呢 拿着个木头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木匠一样 雕那些形象啊 他雕的那些形象呢 都是很吓人的形象 他在雕的时候呢 他看到那个东西吃牙烈嘴 他也吃着牙 看那个东西斜着眼 他也斜着眼 标的时间久了以后 这个木匠成什么样的 自己成为一个 青面獠牙的怪物 然后佛在讲经的时候呢 他就去问佛说 我怎么能才能让我的相貌 变得慈善 变得美好啊 佛说呀 心为法王啊 我们的心是法王 你的心中有什么样的形象 你的脸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形象 那如果我们大家每天早上能用一段时间 在这里静坐 心里观想莲花 像莲花一样盛开 上面带着露珠 那你想一想 你的相貌就会变得非常的美丽 平和 如果我们心里头充满了斗争的心 愤怒的心 嗔恨的心 那你就说 你把你这个脸皮 这个周围拉平了 抹了口红 描了眉 那能解决啥问题呢 你的痛苦在心里头啊 所以在这里佛祖说呀 说我们心里头 本次呢 就能生起万法来 我们造庙 我们造形象 都是由我们心里头生出来的 这个要在望身里讲啊 你们大家呢 必须要大开元解了 在维摩经当中说什么呢 说我们的身体啊 和我们大家是要居住的环境 包括你们大家住的房子 叫一正不二 一般的人不了解了 说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 我就是我 怎么叫一正不二呢 如果没有大地 我们的脚没一条跨 如果没有阳光 我们没法活 如果没有空气 我们要鼻子干嘛 所以说你们大家 一样领悟到 鱼在水里游 鱼以水为天 鸟在天上飞 鸟以天为水 瘦在地上走 一地为空和水 那是我们扩大了的衣服 是我们伸长的胳膊 是我们心的一种变现 当你把外部环境 全部糟蹋干净的时候 你的心里头就千疮百孔了 现代人所得的疑难杂症 现代人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态 都与环境的污染 密切相关 它是交相辉应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污染到天空 污染到河水 那是我们内心的污染 人内心的贪欲不得满足 就把外部环境就污染掉了 所以说真正要治污啊 要治人的心啊 人的心是需要治理的 但是呢 因为它变得非常的微妙 我们不清楚去治理 古代的中国呀 盛世的时候 那个英明的统治者 用儒家治国 用道家调解人和自然的关系 用佛教治心 用佛法来治人的心 三王鼎立 天下太平 非常聪明 为什么用儒家来治国呢 儒家呀 有三岗五常啊 国家的治理有四两八重 光光面面 变得非常的和谐安宁 道家以为有养生的办法 要人顺应与自然 养浩然正气 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 叫人们不要乱谈乱法 叫人们顺应自然 减少贪欲 佛教治人的心 也就是治什么呢 治未发之端 法律 是逮住以后才起效 道德的约束是弹性的 如果一个人开始信仰活发了 内心懂得了自我的观察和观照 他就会酿成祸端了 所以说佛教是用来治心的 今天我和大家 闲坐的时候 我还告诉大家 法律有时间可能是不公平的 法律不公平 你到哪里去讨公平呢 你越讨越烦 道德有时间 他的天平会失衡 失衡以后怎么办呢 你的心里都会窝火 你会烦恼 你吐火气了 怎么办 如果你有了信仰 就好办 如果我深信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我认了 你的心里都就找到了平衡 找到了黄金底下 如果有追债的 有闹离婚的 你的家里出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如果你想到原句原散 用缘启发来管理自己的生活 你当下释然了 人的愚蠢在于 它揪住不放 你踩着我的头发 我扯着你的脚 扭结在一起 当下是一种痛苦 两败俱伤 它找不到答案 所以我们如果是学习了佛花 并把佛花能够活选黄用的话 你的心里头 当下就释然了 六祖当然 用的是薄弱的大船 用的是大成的心法 他告诉我们说呀 我们的心里头能生出万发来 六祖会能讲完这个话以后呢 五祖同仁呀 就知道他悟了心法了 然后呢 就会传法给他 然后传了法给他 使得我们今天的佛教呢 还有一个心法相续 有一个心法相传呢 在整部六祖弹经当中呢 他每讲一段 每叙述一段 都要用一首法 法记来总结一下 那也就是说 你们各位啊 如果会学的话 把这些法语 记在心中 然后在日常日用当中 慢慢的去领悟他 领悟到以后呢 慢慢的见悟他 悟到以后呢 就能够得到心法 下面呢 就有一首祭语说 有情来下走 因地果还生 无情也无种 无性也无生 有情呢 就是一切有情世的生命 都是有情 这个佛法呢 在人间 不离人间 佛是因人而成佛 是对众生讲经说法 他不会对石头瓦 盖起讲经说法 就这里说 有情来下走 因地果还生 就像那个种花生一样 上面花落的时候 底下那个果子就成了 是因果同时的 在众生当中 种下了出体的种子 成佛就在当下 如果按法的本地风光来讲 无情也无种 没有能种的人 也没有可得的人生 当下就像虚空一样 如如不动的 无性也无生 在我们众生的一边来看呢 有生有灭 有生有死 是有变化的 在整个虚空来讲 在整个法界来讲呢 是无性也无生 既没有法性生起 也没有任何东西 有生灭有增减 如果大家对这样一个道理呢 还不能懂啊 我就以大海为比喻 在中国你看到涨潮的时候 在美国一定是退潮 在中国退潮的时候 在美国一定是涨潮 整个海水的种量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那又像我们大地上的尘土 你盖起楼房 它的重量没有增加 你挖一个大坑 它的重量也没有减少 从一个大的宏观的角度来说 从真如法性来说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佛性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成佛了没有增加 你是凡夫也没有减少 只是凡夫的心被蒙蔽了 你不能够明了而已 我在前面告诉大叔 大家说呀 慧能大师用大平方法 要我们误了直了成佛呀 这个我们就从他的这个 所有的发育当中 可以领悟到他的这个用心 我们大家看到三十五页 说通即心通 如日处虚空啊 说通就是叫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了 给大家讲这个道理 这叫说通 就是像一个知识笛子呢 讲的时候呢 讲的头头是道 这就叫说通了 即就是并列 心通 你说你心里头想通 心里头有所悟了 心通了 如日处虚空 前一句意思就是说 做文字 说文字 给大家讲道理 不要知作于文字 你说你右手悟 你不要知作于你悟的境界 就像太阳一样 从东边升起来 从西边落下去 而不要停留在虚空当中 如果停下来 那就是 知作 就是住了 那我们大家平时做人 做好人做好事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要为做好人去做 做好人 不要为做好事去做好事 像太阳一样 升起来 落下去 不要停留在 执着在自己所修行的境界大中 唯传 建信法 出世 破邪中 六祖大师 他自己并不要成佛作主 他只顺一讲六祖谈经 就直接给大家传 明心建信的法 只是为了杜迷情啊 杜迷经啊 让大家只要去成佛 他不要著作权 也不要版权 不是说我为了自己成佛作主 他没有这个心思 出世 破邪中 什么叫邪中呢 不在正道上 没有误导大法 执着在文字上吗 山途中派了 分出了零零种种 把众中搞得迷三倒四 不知道跟着哪个走好 他说我出世是为了破邪中 反意就是让大家归宗认主 直聊成佛 不立文字 叫外别传 直指人心 建信成佛 让我们每一个人当下平当 自己本有的智慧 打圆经志 当下就是 前提是 把五云和六童要清除干净 贪嗔吃慢一见 和财涩明十岁 要清除干净 一讲到清除干净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心里会有疑惑 那你不叫我活了 你不叫我讨生活了 人间你看就是打打杀杀 登登多多 这是纵上被迷呀 迷情 心里头没有开解 六祖大师说呀 唯传建姓法 传明信建姓的法 出世破邪中 破那一些心外求法的 小数小道 让大家当下承担 法迹无顿见迷雾有持极 这对我们今天的人啊 有很大的受用 念佛的人说 念佛又方便又伟当 念佛好 你们大家说说的对不对啊 说的对 持戒的人说 说你持戒清净当下就成佛了 说的对不对 说的也对 然后显教说啊 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 我们把道理沃透了 我们心开意见了 我们就成佛了 修秘的人说啊 要灌顶啊 要修佳行啊 大家忙得一团糟 今天见了佛佛跟着佛佛走 明天见了净宫法师跟着净宫法师走 后天见了妙华跟着妙华走 把自己都给迷掉了 六祖大师在这 有明确跟我们说 法及五对剑 佛法没有对剑 也就是说佛法没有好坏 就像我们大家的药库里去抓药 贵的药上千块钱 便宜的药可能还有几毛钱 那个SARS病毒流行的时候 那个百兰根呀 很少的百兰根就能治病了 精英花八个钱一斤就能治病 那你得了癌症了 那当然要花大价钱去吃那些药啊 法没有正见 也就是说法门呀 修行的方法没有好和坏 迷雾有吃鸡 我们的心呀 有迷有物 物老的人 心光乍现 智慧现前 那个迷的人呀 就像那个不听话的孩子 他的脑袋瓜子里头不开窍 你想方设法给他讲的道理 他都听不到 迷雾有吃鸡 打一个比方啊 我们的心 像胶片一样 有的呢 成光性很好 成光性很好 曝光性好 有的是假冒为烈产品 曝光性不好 有的是一次成像 有的在两次成像 迷雾又吃鸡 这句话最通俗的来讲就是 法不要分好坏 人的心 有的悟性好 有的悟性差 总而言之一句话 要没有好坏 对正就好 要没有好坏 对正就好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呀 请静空法师说呀 念一句佛 南无阿弥陀佛 看一杯金 佛说我无量寿金 拜一个老师 静空老法师 然后有很多人就问我说 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说没有对不对 看他对谁说 如果他对于一些老年人说了这样的话 那是救人的方法 老年人 年老体弱 时光不多 专修专念 那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很多年轻来讲 他在人生还有一个过程 他要讨生活 要懂得更多的佛教的道理 懂得了更多的佛教的道理 那你不但自己心里明了 你还可以帮助别人 因为你一个人要面对很多的人 你可以去解救他们的苦难 所以说呢 讲经说法在当机 要对机呀 对不对机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平时大家拉家床 你愿意说 还在有人愿意听呢 一个愿意说 一个愿意听 又入脑又入心 那就叫对机了 那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 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些信佛人 没有开知本 自己朦胧灯灯 热情很高 但是没有智慧 逢人就劝人信佛 就像我到泰山去 到泰山去 下来的时候呢 碰到一个天主教徒 我们在那等车呢 他就拿着圣经 往我怀里塞 你信主吧 信主得救 我说你也不看看 我穿的什么衣服 你叫我信主 你给和尚怀里塞了 这个圣经 我看他好不哭呢 我说你得好好的修炼自己 我说咱们都是宗教徒 我说你得好好的修炼自己 劝你化他人 自虚有方便 六祖谈经里头就有 你真的想度别人 你自己又要有好大的智慧 很大的方便 诗诗论信仰 是为最吉祥 是吉祥经里头说的 说佛教徒啊 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和人去谈论你的信仰 你谈错了对象叫人吃笑你 别人本来是一个政治家 是个思想家 是一个其他的宗教徒 然后你和别人谈论佛教的信仰 那别人就小看你 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所以说呢 我们要去修炼自己的智慧 要知道人的根性 有的人有慧根 一文千物 世主破族 那六祖慧能就是这样 他去卖禅 听别人在那里念金刚经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无所助生清静心 他当下心里头就有所拆解 然后呢 安顿好老母 摆上求法 那就靠人的悟性了 有的人悟性很差 那么悟性差 就得慢慢的去学习和修炼 开启自己的智慧之门 就慢慢去修炼 六祖在这里说 法机有无顿见 迷雾有吃鸡 法没有好坏 老师也没有好坏 法和老师就是个桥梁 是渡人的一个船啊 这句话我们还可以同样用金刚经的话来印证 在金刚经当中 佛说呀 如登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花上应舍 何况非法 他说你们这些修行的比丘们啊 要知道我讲经说法 是桥梁 是渡人的船 渡人的船人 从此案 从白岛的此案 到了碧岸去 船上去还可以舍下 何况非法 何况你做的那些不如法的事情 何况你那些起心中间不合于大道的事情 你应该赶快把它舍掉 如登比丘 知我说法 如法御者 发上应舍 何况非法 佛经都是相通的呀 可见出这个六祖啊 他是立地成佛呀 尊物成佛 他和佛的心都是相通的 用金刚经啊 妙法莲花经 念叛经 都可以来印证的 都是相通的 至此 见性们 迷人不可惜呀 我这个大法 我这个大乘法教啊 是明心见性的法门 愚人不可惜 愚钝的人 暗钝的人 他不能够心灵神会 说起 十一万般呀 合理还归一呀 我如果开口 教化众生的话 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 讲出很多的故事 有万般呀 讲到最后 还是归一 归哪个一呢 归到真如法性 真如法性 又如大海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讲的是 和性 面对三千大千世界 讲的是真如 那个概念 那个概念 可以看连法画一样 他的师父呢 在那里守着 用灵 用灵可以表示 说他是个灵 我们说他 用语言 说他是虚空 为了引导众生 明了自己的心性 伸出一个指头 说是一呀 因为你说是穷 说是实 众生的心里头 就会有分歧 就会有矛盾 说万发归一 伸出一个手指头 实际上这个一 也不存在 如果讲道理 一就是实 如果不讲道理 实就是一 心里头要开解 这样更深奥的道理 你们大家 如果愿意 真的好好地去修行 大成法画的话 就要学习 维摩基所说经 博尔发门品 在维摩基所说经当中 博尔发门品当中啊 那一段非常精彩啊 那个看佛经啊 把人看的 就跟看那个 看电影啊 看得会高兴起来啊 维摩基是一个在家人 良田万穷 美妾露云啊 在十字街头修行啊 出入于酒馆 茶室和祭院啊 这一般的众生 一般的三归五戒 就是一听下坏了 说这是什么信仿的人 赶到那些地方去 维摩基巨师啊 是金苏如来 转世再来 他本来已经成佛了 为了教化社会 庄严成的众生了 他又来了 来了以后呢 他 献出一个张者像 家产万贯 学富武车 没有人和他能够交手 先以玉沟签 令其归正道 先以玉沟签 令其归正道 就是和那些人下棋 和那些妓女们在一起 先用世间的玉沟 把他勾住 再让他归到佛道道上来 叫维摩手段 他的手段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他的仗势 只有几平方米 所有的菩萨罗汉都可以坐进去 你想坐多少坐子 都有你坐的地方 你想吃饭 他不在自己这里做饭 他到相机佛火 拿了饭来给你吃 那个神通力量 是我们这样可怜的凡夫啊 难以忘记向背 我们见到那样的菩萨呀 障二和尚摸不着头 你摸不着他的脑袋 在哪个地方 神通非常大 然后呢 他就抱病 就是装病 这个佛 因为佛和佛的心是相通的 释迦牟尼佛呢 就派他的十大弟子前去探望 这十大弟子 每一个都说 哎呀佛呀 你不要叫我去 我不敢去 我为什么不敢去呢 往昔 我在哪里修行的时候 碰到这个句子 他好好把我教训了一顿 说说你现在 他他当病了 你叫我去看望 我不敢 他太厉害了 智慧非常超长 三下五出尔就把你放倒了 不敢去 然后没有办法 就派四大菩萨去 这四大菩萨说 派哪一个 哪一个都不敢去 为什么不敢去呢 他的境界太大 我们自己修行正道的境界 正在洋洋得已 他上来 三下五出尔 把你这单楼就给打破了 那些都不敢去 到最后呢 派到文殊菩萨去 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 维摩剧技术是变才五万 这两个人要在这个 斗法的场合相见 那个诸佛菩萨 前后后用几万人 就到庄严城去了 在帮师 维摩帮师相见了 在维摩帮师相见了 第一个受到教训的是 摄地佛 他进去以后 他说 你这么小的地方 我都没坐着坐 然后那个维摩就 立马 他一起心动念 他就知道 立马就责问他说 你为发来 还是为坐着而来 你是为了 像我求佛法 你还是为了坐坐着 那你为了坐坐着 你那门口 那坐着多的是 你何必挤到这里头来 那他显然是为了法 未发来 要未发过的区域 你要什么坐着 几句话讲的 他就说不出来 这个维摩基巨师 和文殊菩萨 辩论了人间 所有的哲学的问题 辩论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维摩基巨师 一墨如雷 不哼气了 不讲了 这就叫万法归一 这个一墨的 墨的当下 就是归到遗体了 祭灭了 就像千条江万条河 都流到大海里头 没有声息了 一墨如雷 文殊菩萨就印证他说 哎呀 文殊菩萨修到的这个法 才是真正的不按法门 福尔法门是什么 福尔法门是无争 有个佛教徒不懂了 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无争 可是我们常常会争 言自别的这个争 我们总是想用是非 把是非消灭掉 我们总是想讲出很多道理 把别的道理消灭掉 实际上呢 真间被埋亡 半斤被拔凉 永远讲不出道理来 真正的大修行人 安忍如大地 没有什么委屈 没有什么抱怨 也没有什么道理要讲 因为今天是讲究的法会 我才和大家讲道理 那你个人人间的那些 恩恩恩恩恩 有什么可说的 心品如大地啊 像大海一样 能够容纳下万事万物 你的心量要足够的大 你的胸怀要足够的大 你的智慧要足够的大 就是进入无争三昧 无争三昧啊 在六祖坛经当中 告诉我们说 若真修行人 不见世间过 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修行人 如果你真的是要修行的话 你不要老指的别人 你看这个人吵架的时候呢 都是拿着自己的道理 来对别人的短处 那永远是说不清楚的 说不清楚就不说了 世间是 是是非非 无是无非 不妨没有是非 世间是没完没了 不妨一了了之 不要说那么多 说啥 一个有道德的人 遇到一群不讲道理的人 那你讲了半天 你成了傻瓜了 和不讲理的人 就不要去讲道理 和没有修行的人 就不要去谈论这些东西 回避就可以了 保持沉默就可以了 安忍如大地 所以在菩萨法当中呢 讲四射六度 其中有一条 就告诉大家 忍忍 忍忍是一个法门 一个修行的方法 极此而已 那真正大修行人 连忍忍都没有 那叫无声发忍 忽忍而自安 那自然就是 你把这个世间看透了 把世间窝透了 心自然就平了 六祖在这里说 说起随万般 合理汉归一 真如法庆 是一个不是两个 要我们大家 要阴之见月 烦恼暗宅中 乘虚生贵日 你们各位啊 在人间的这种 火焰的烧烤当中 在这个烦恼的宅子当中 看不到天日 经常内心要生起智慧来 心里头点亮了智慧的明灯 人间就没有黑暗了 心里头生起了智慧 人间就没烦恼了 你看那些有修养的人 有修为的人 对人间有狠托 使人真的看破 有穿兔力的人 他的烦恼就少 有很多的愚痴的众生啊 他的心眼未明啊 心地未开 他就经常为一些 鸡皮蒜毛 这头县呢 纠缠不清啊 就以你们的 就以大家住的这个 城市 村营 俱乐为例来说 如果你走进城市 你看到是高楼大厦 你们大家不妨换一个角度 从飞机上 从飞机上面看看人间 长了一片树 累了一块砖 那就是一个村落 一个城市里头密密麻麻的 就像蜂窝一样 我们大家看到蜂窝 就是看得像那种城市一样 从天人的眼里头来看我们 我们有多少的得失 有多少的烦恼 你把你的小命都没了 烦恼的连小命都没了 那对地球的重量来说 既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就我们在讲话的当下 有的人出生 有的人灭亡 生生灭灭 生生灭灭 是因为我们的眼界没有开 我们不懂得 佛经当中说呀 如果真的用天眼去摇关的话 我们的大地上都被众生的尸体 那个稿油流满了 生老死死生必福 那得有多少的人 白骨都堆成山了 所以说呢 要真的要明了老佛法呀 处理这个苦海 在这个人间的烦恼当中 要用智慧去突破它 有了智慧 烦恼就减少 烦恼少了 就少造恶业了 邪来烦恼治 正来烦恼除 如果你心里头有了妄想了 你有了邪念了 烦恼就跟上你了 就像那个魔鬼一样 就跟上你了 如影随形啊 如果你的心里头充满了阳光 就是正念现前 烦恼当下就熄灭了 从这几句话 我们就会明了 我们的心 才是真正我们的道场 在方法里头 要我们信佛的人 要正念 要我们正念呀 那我就不给你们 大家讲理论了 我跟你讲一讲 我遇到的这个情况 中国佛教在恢复的初级 那些比丘比丘尼呀 开佛教会议以后 大家都聚在一起 他们要多难管呀 建议没有钱呀 政策怎么样呀 然后这个挂单的和尚 多么不好管呀 大家都在说这些事情 从早到晚 三天会议 都是这些事事非非 那个清定上师呢 也坐在会议台上 大家讲到半天以后 发现这个老和尚没空气 说法师啊 你来讲一下 那个老法师 闭着眼睛 一口备了三十六个 念念 念念不亡佛 念念不亡法 念念不亡僧 念念不亡戒 念念不亡天 念念不亡功德 一口气念了三十六个 大家全部看了 如果我们 我们真的懂得修行 那个起心中念都是诸佛菩萨 哪里还有烦恼 还有是非呀 你之所以有是非是你把佛菩萨 扔到脑后去了 你在这里说你自己的见记 见解 是你自己的邪见 在作怪 六祖在这里说呀 邪来烦恼治 正来烦恼处 那些修行的大德们 把自己修行的深入流利 心地光明 哪有烦恼 他心里头都想着这个众生 那个庙战老法师呢 为恢复南苦陀呀 受了多少冤枉 受了多少苦 把那个庙修起来了 修起来以后 这个僧团呀 大家没有到觉悟的层面上 有很多人就不理解 今天开门了 明天关门了 和社会了 有很多的这个毛豆的被子 这老法师就夹在中间 今天给这个说好话 明天给那个说好话 一直到得了 得了肝癌 肝腐水 那些被子都硬像钢板一样 临死的时候 在歪歪牛牛在本上写 勿忘世上苦人多 他心里没有自己 他想的就是众生啊 那哪里还有是非呢 说一说 是非产生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的私心杂念 我们的邪念才生起来的时候 有了邪念 有了私心杂念 才会有事 那六祖呢 因为用的是顿悟法门 他告诉我们说 邪证具不用 清净之无余 把邪和证都放下 让我们大家想一想 如果人在心里头 既不住在正面上 既不住在正上 就是功德上 修行上 也不要邪念 邪证两边都不靠 清净之无余 当下就是清净 实地顿超 不假修为 我们能不能做到 我们一般的人呢 没有是非的时候 坐在佛堂里头 坐在家里头 他自己会说 哎呀 清过得很 因为我们烦恼惯了 我们以烦恼为饭食了 我们在说是非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人 在讲是非的时候 那眼睛 唰唰的 创绿光了 然后你就让他 静静地坐着 坐一会儿 他就睡觉了 他打瞌睡了 因为他那个心呢 不能够保持 那种宁静和清静的状态 讲佛法的时候 十分钟 念经的十分钟 你就有人打瞌睡了 如果讲起这个家长里短 一个个那个精神头子啊 跟他冲了气的皮球一样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 跟着习气业力度 他习惯了 在单位也是 退休以后 进来了 他不懂得自己的生命 这正是第二个青春 是应该享受人生的时候 在单位 长人 斗人 精神百倍 一退下来以后 国家给他拿的钱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信里头 那个自信没有发明 自信没有发明